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3日 祖季忘情国米 意大利杯准决赛首回合角逐将会在周三凌晨展开 届时祖云达斯将率先坐镇主场交手国际米兰 祖季近况碾压国米 加上球队近两次交手国米取得全胜 看好祖季示意能够主场迎波取得晋级先机 祖季经济联赛28轮过后是目前一甲胜场术第二多的队伍 若非因财务造假案被扣除15分 球队目前肯定高居联赛前四 眼见经济争夺联赛前四有一定难度 为了避免四大接空的尴尬境况 相信球队已经将赛季目标转移去欧洲联赛以及意大利杯战场 要知道 斑马军团在该两项赛事的表现都十分稳定 欧洲联赛附加赛以及16强先后淘汰了同位五大联赛的南特和费雷堡 进入半准决赛之后 对手是蒲超蒂士厄亭 毫无疑问祖季晋级机会十分之大 而意大利杯战场 祖季经界由第三圈站起 如果说第三圈以2比1击败蒙杀不够说服力 那么半准决赛上零风拉速 相信已经说明祖季的超强战斗力 更为有力的是祖季是意大利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队伍 球队上一次夺冠是在2021年 同时还曾经在2015-2018年间完成了四连霸 底蕴深厚 加上祖季近况 一远胜国米 目前取得各项赛事五连胜 其中多达四场能够保持后防不失 诸如摩斯坚恩 菲拉哥斯迪 杜辛华和裕 费特利高基艾莎以及安祖迪玛利亚等人都有入球进账 此番主场出击的阻击剑指胜利 阵容方面 后卫里安纳杜邦路斯和前锋卡奥佐治等人因伤缺席 国米近况十分糟糕 在过去的六轮各项赛事当中 球队仅仅在一甲以2比0击败过来切 其余战绩魏翼和四负 其中一场败仗正是败祖祭所赐 或因如此 近期有消息传出 国米最快本月会解雇SN杀机 球队目前可谓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归根到底 近期的这一波颓势和球队进攻端发挥差有关 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当中 国米多达四场进攻端石白果 而过去三场更是连场吞弹 以罗美路卢卡古位手的一众攻击手毫无疑问 需要好好反省 聚焦意大利杯 作为未免冠军 国米金界同样在第三圈开始提起 但首战面对实力不济的帕尔玛 国米似乎回想起上届决赛和阻击战至加时 才涉嫌捧杯的画面 导致常规时间段内和帕尔玛战合 最终同样需要战至加时才分出胜负 这和祖祭金界较为顺利的晋级历程相比 无疑多了一丝惊险的色彩 尽管国米是未免冠军 但球队队史不过是合共八次夺冠 甚至还不是意大利杯历史上夺冠次数第二多的队伍 第二多的是罗马 九次 同时上届的冠军还是球队近十年意大利杯中唯一一座冠军奖杯 和祖祭相比 国米的意大利杯底蕴明显失色布 再加上国米最近两次交手祖祭军书报告中 其中得失球比和共位0比3 有见及此 国米此行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米兰史基尼亚和中场哈根扎汉路股等人殷商免疫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